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只有前阳台可以晒衣服 它根本也没有后阳台 前面阳台不是很重要吗 居然只有前阳台可以晒衣服 那这样风水是不是都被挡住了 看它够不够大 就是不够大 现在很流行所谓的那种小套房 或者什么两房 那这样的话衣服就给人家洗 衣服给人家洗 对 你不要挡住 如果它的这个 只有一个前阳台 那它的这个通风的地方非常的重要 还有这个前阳台 望出去的这个景色也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好 那你刚才提到景色 对 其实现在的房子呢 有的要挑到所谓视野很好的 真的蛮少的 大部分可能望出去就是别人的房子 是有 但是不要太近 那你觉得那个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要看它那个大楼的高度跟厚度 但是不要太近 像我举个例子 我上次在新北市的一个乌来 不是乌来 碧潭 碧潭是名称 大家都知道 对 我就看到一个房子 他那个当初的那个地主 就是一定不妥协 他想要把地啊高架 烘台 结果人家不理他了 就盖起来了 他变定置户了 中间就留了一个很小的一块地 好了 他老兄呢 不要哪一天突然间想通了 他盖块地 既然人家不买了 不跟他合作给盖起来 他自己盖动 好 这一盖下去 旁边两户的 你知道那个距离啊 他这盖下去 旁边两户的那个采光权完全零 那那个缝隙啊 连我那个手指头这样展开都不到 他那个缝隙几乎不到 我看看不到个 不到个15公分 10公分 两边 那边的采光就破坏了 还有那边如果是厕所就算了 但是厕所没有光也很奇怪 对对 那万一是人家的 那个寝室 哇 那那隔壁也是 那你不是寝室 那个采光就没了 好 再来房子跟房子隔太近 然后没有通路 他会会长留 会什么 会长留 你说房子跟房子中间 对对对 黑黑的 谁会长留 是住那边的那个房间的人 对对 他会长留 譬如说你刚才讲说那一栋 丁字户好了 他就盖上去啊 盖上去以后两边都把他挡住了 那你说长留是他长留 还是住他旁边的人 不是他 他搞不好他租给人家 是住在里面的人 住那个丁字户 对 第一个潮湿嘛 不见光嘛 为什么会潮湿 那么近距离啊 没有通风啊 而且黑默默的啊 然后你人挤不进去啊 我之前就发现一个案例 他是剪刀剎 剪刀剎 就是他的那个就像一个剪刀尖尖的这样子 房子吗 他的那个缝隙也是很短 然后后来就是由宽 他的宽也是一点点的宽 然后到窄 然后暗 然后里面还有长青苔 还有什么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这不行哦 这会长 会长 结果他说对 已经长了 后来两户有一户过世 有一户过世 他说希望早点认识老师 怎么解决 我说上面通光上面的地方接缝的地方变成透明的 要么就在这个裂缝当中装日光灯 长期的照 然后把里面挖得到的地方清掉就好了 那他至少可以缓解 那所以你看 那那个刚刚我讲的那个是盖上一盖进去 好窄一栋你知道吗 窄窄一栋一栋 然后里面也弄电梯的 谁要住那种房子啊 可是还是有人买 刚好就在我工作室斜对面 每次看到我就百思不解 后来我想说不要挡人家财路 对谁住进去谁倒霉 真的 那他倒霉就算他还害到旁边的人 一害就害两栋了 对真的很惨 所以你说这种事情就很麻烦 但是有个好处 万一地震他比较不容易左右偏倒 因为旁边有房子 可是这种没有采光你整个房子 人家不会买啊 然后健康又不好 所以你说讲到这个房子哦 这里面各式各样 所以我要强调是强调什么 本来那两栋还有一段距离 好来好去 突然间旁边一个人从那个中间空隙盖起来了 采光权没了 所以你刚才讲到前面要看到什么 这个地方他还要看坐像 例如我是向北的房子 前面如果远一点 有比我高楼大楼那好啊 因为冬天吹北风啊 刚好挡住了 但采光权又照得到 你不要就在前面采光权也被拿走了 那不行 那会潮湿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前面是阳台 我会建议留点空隙啊 让风吹进来 如果你衣服都满满的弄 我说真的那也不行 那你这个一定是很忙碌的家庭 就是一直在赚钱 你应该不是leader 一直在赚钱 然后也赚不到钱 他运势不会好 而且容易身体体力容易疲倦 好 那因为现在就是 真的是房价很高了 对 看哪里啦 看哪里啊 那房价是人空 是人空台出来 对 好 那现在就是如果说 我们一个房间 只买了一个大房间 那可是人口多嘛 我们想把它改成两个小房间 对 然后要重新再做一道门的话 两道门 就是本来就一个门嘛 要改成两个小房间 对 那立门的像很重要 那个门要开在哪里很重要 就是新开的那个门的像 对对对 那反而是好事啊 像有时候是这样 因为他门像可能不好 但是应该隔成两间的时候 门像变好了 可是原来那间是原来的像啊 还有人是两间打成一间的 对 那就变成一个门 这也是可以 所以你的意思说 如果门像 门像不好的时候 透过这种方式 对对对 改一下门像 他刚好要 有些人是嫌房子太小 所以要变大 那有些人是觉得说 太大要变小 对 那有些人是本来很小 他要变更小 因为他要有自己的隐私权 好 那你觉得是说 在做这种各种改变的时候 门像 的门像 对 反而是可以 可以脾及太来一下 这样子 那你还是要回到 之前您问过我的问题吗 你要先看那一栋房子 是不是好 那一栋好不好 你要看 还有你的流年是印到谁啊 因为有一个房子住很多人 那你就要看啊 哪一个流年 什么时间住进去的 那一年的那个 那个这个 二黑五黄 还是这个 三杰萨 在什么地方 那个那个位置跟生肖有关 对啊 所以你说那个 人家买房子 说鬼月不要买房子 没有啊 我没这样讲啊 我记得很多 很久以前 对 老师已经讲过了 没有鬼月之说 对 有鬼月那是你 你认为有就有 但是他怎么来 你要知道 对对对 老师有讲过 我们尊重 倒带一下 我现在不能这样去捅他马蜂窝 因为那拜鬼的那些人 但是讲到鬼月 我是有一个认同 穷文杰你可以注意 很多人家里面 能往生以后 不是都在塔位吗 对 然后所谓的这个 农历七月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去塔位拜 对对不对 特别的 你注意 除了亲民以外 我就觉得他们 他们的观念完全错误 如果你这个进塔之前 你一定是办什么 头七二七七七 只要你有办过这些人 都知道头七 他就说 已经接引到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了 然后还 还这个 我们这个台语叫 拔杯 看这个 这个是圣 圣瑶 然后呢 他二七又讲同样的话 三七又讲同样的话 我就觉得 你不是已经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你又把他找回来干嘛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反正做完七之前 他一定是被神明接走了 没错吧 那我们通常 七月是拜谁 好兄弟 好兄弟是拜哪一种 好兄弟 他就不是说 孤魂野鬼 然后是在这个 阴间没有人供养的 所以放他们出来 圣山布 然后 大家供养 吃吃东西嘛 那你拜都已经安塔入位了 你都知道接了 你还去拜 你去拜谁啊 观念错误 这个观念 没有我就觉得 就像我们那个 在哪边都一样 那个不爱坐啊 到底是一样 不爱坐 我一看第一站的时候 是完全空位 一些老人还是什么的 就自己坐上去 完了 你们观念完全错误 你就有位置就先坐 不爱坐 就是留给后面需要的人嘛 结果好了 老人一去就先把 不爱坐给坐了 还留一些空位 那第一个 你把不爱坐 站住了 后面的人势必要让坐嘛 对 让坐当然是美德 可是有些人他不让坐 他一进去就睡觉 他也很累啊 所以这个观念 怎么都没人在宣导 那完全错误就好 这些人自己去坐 不爱坐的 毕竟是少数还多数 多数 少数 少数吗 因为老的人跟 在整个里面 火车里面算少数 算少数 所以他就会区隔 我们是这一挂的 你是那一挂 他就会有隔阂啊 他自己心目中 已经认为我 跟你是不同挂的 所以你这个没有宣导 文谣的心理学 对 所以他就已经想说 我可能是老者 还是弱者 还是需要帮助者 他绝对不是强势者 强势者不会做 不爱做嘛 对对对 所以你的观念就错了 你有位置就坐 后面才会有更多需要 有位置坐的人 更多嘛 对对 没有人宣导 好 你看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 怎么都没人去讲 这么简单的名声 你讲的不是 造福很多人吗 他会观念的东西 大家要去厘清 但是这一厘清以后 可能很多人 行业就会 变得会 稍微有点会被影响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人 不管什么事情 麻烦建立在一个求知 求证 然后你这样做下去 你才会高兴 你才不是迷信 当然 如果你说照待 要做 也跟着做这样子 这个 水草木而居 这个顺水因缘 那这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惬意吧 对 其实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观念 你观念正确了 事情就越做越好 那你的观念是糊涂的 或者是错误的 那其实整个情势 怎么样也扭转 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 不去求知求知 你怎么就要教育你的下一代 你怎么样去影响 你公司的员工 可见你的leader能力 也是有问题的 你的领导 由这个小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很多地方 而且是准确的 我发现他通常 在事业上 或者是领导力很强的 这种组织的这些leader 他们在看事情的角度 就是用这种态度 小心 而且领袖 我常常是终身学习者 终身学习 他也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 很好的跟随者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节目 以我来说 我就非常的幸运 因为可以从哥老师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好 今天谢谢哥老师 更谢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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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